真的沒有顏色 我見都沒見過 我肯定 我在立法會上都好像沒見過他們 這位新朋友 其實這裏全部都是上屆政府有做政作 或者是副局長 將會過度到下一屆政府 是嗎 我要去拜訪一下他 他一定不陌生 但是一時間說不出名 年紀大 但是這個一點都不陌生 這個很陌生 不認識 不認識 說不出名字 知道誰是局嗎 食衛局嗎 社福…即是食衛嗎 不會也不像 他現在創佛局長 鍾維強 有見過他嗎 行為… 這是應該沒有記載財經事務的政治助理 環境局 他轉了頭髮 是不是Rebecca 不是他嗎 本台訪問了11位議員 有資深 有新丁 有建制 亦都有民主派 七名連任的副局政助裏 知名度最高的是環境局政治助理歐榮子 和今屆更上一層樓的陳百里 徐英偉就緊隨其後 去年先加入政府的創科局副局長鍾偉強 只得鍾國斌一個人認得 但無論表現如何 他們很大機會都有人工加 上屆政府接納獨立委員會建議 五獲立法會通過 調整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薪酬 副局長的薪酬水平 就維持在上一屆的水平 在局長薪酬計65%至75% 但由於今屆局長加人工12.4% 副局長的薪酬也會較上屆高 月薪介乎217,000至251,000 政治助理上屆的月薪或一是大概10萬元 今屆就由國施局長按正座的職能自行決定 上限是局長薪酬的35% 即月薪117,000